哈囉各位朋友 今天是藍色星期一 因為我今天在辦公室上班 他們請等待我們開一下你的工作環境 工作環境 我們這個辦公室其實很有趣 首先我要先介紹 就是我們的所在地就是 單立電視台的三樓 然後我們這裡面會有一個 我們的折仙出版社 大家請看一下 折仙出版社 然後我們所有的經費都被 我們的總編拿去 虧妹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是這個家的 這是這個 寶麗龍 想要掉 要掉不就是 對 反正就是很可愛 其實大家會以為這是一面牆 但是是軟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在拍戲的時候 做一些戲的時候不能太靠近 因為這面牆真的會倒 因為旁邊是真的辦公室 我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風水是有經過算的 這裡要擺一幅 這裡要擺一幅 一進來就要一面 要有一幅很漂亮的畫 這幅畫呢 風水非常好 是誰呢 怎麼跟我本人講的有 就那麼一點像 我們請停一下 還原嗎 完了 如果還原不來怎麼辦 好像很糗 這也忙幾年了 兩行淚 這是風水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出版社 就是生意都非常的旺 想旺的話呢 記得去輸出這樣子的照片 把在進門的45度角 總編的辦公室竟然有 希克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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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編我們怎麼走 總編跟高先生 關係那麼好啊 因為我們在談下一本書的 合作企劃 喔真的假的 對 怎麼了嗎 沒有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 總編跟高先生要擠在那裡 什麼事 因為這個這樣留給那個 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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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專屬 專屬個人 專屬個人 所以我們只能被 就是趕到這個邊 我們今天 而且我們今天還是知道 豆花出到16年 哈哈哈哈 你真的太誇張 姿力真的很老 姿力很直 她你的等級跟郭哥差不多 哈哈 才不行給我對一下 這兩位 合理 原來要出到那麼久 對啊 真的假的啦 看她長大一點就是長輩樣 長輩啊 不是 我說哪 這個 我是馬來西亞人 我真的是看出一種 哇 終極性 哇 我聽到就很糟 我說她長輩是她有點 讓別人會想要敬畏她 因為她有敬畏 不要再解釋 我覺得越鳥越黑 她說 到底什麼是長輩啊 到底這三個人 看起來最老的時候 你就是輸 不要吃虧 因為她有褲子 不是啊 其實燕民踢掉我褲子 看起來是很刺激 對真的蠻堅齊 對 還要撐起那個狗屁的樣子 比較像這個 比較像那個角色啦 如果 因為他們那天就說 如果沒褲子 就很像一個狗 啊 有了褲子就剩總臉 只會沒信心 而且總臉辦公室 辦公室裡面 空有洗澡 都是這些假的虛 空了 所以 你是在 聽頻道的劇 沒有 三立都會台三十頻道 週一至週五 晚上八點 我的青春沒再怕 我看到 我看到 你應該會知道 感谢观看